美国与俄罗斯都拥有超过6000枚核弹 双方都可以保证互相毁灭并造成地球毁灭 然而在乌克兰战争紧张态势升高之际 美国当地时间31日指责俄罗斯未遵守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 这是全球两大核武强权间仅存的军备管控条约 美国国务院回应国会提问时 指责俄罗斯暂停检查和取消谈判 但未指控莫斯科扩张核弹头数量至超出协议限制范围 国务院发言人说 俄罗斯未遵守在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下的义务 来加速在其领土的检查活动 并指责莫斯科的拒绝对美俄核武管控的可行性构成威胁 他说俄罗斯有一条明确途径可以恢复对条约的全面遵守 俄罗斯需要做的就是准许在其领土进行检查 一如数年来依据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的做法 并举行双边资商委员会会议 他指的是根据这项条约所设立的正式会谈 他还说俄罗斯检查人员前往美国进行检查 不会受到任何阻碍 莫斯科去年宣布将暂停美国依据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 对俄罗斯军事基地的检查工作 借此回应美国阻碍俄罗斯的检查 但华府否认这项指控 俄罗斯总统普京几乎毫不掩饰的威胁 要在乌克兰动用核武 再度点燃冷战时期对末日战争的恐惧 俄罗斯以无限期延后 双方原本应于去年在开罗举行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会谈 并指控美国的恶毒和敌意 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2011年生效 并于2021年展延5年至2026年 这项条约限制美俄可部署战略核弹头数量 以及陆机和前射导弹部署和轰炸机在运等 美俄在冷战时期受到一连串军备管控协议的限制 两国目前拥有核弹头数量 总和占全球核弹头数量约90% 美国急于维护这项条约 然而俄罗斯打击乌克兰 导致美俄关系急动至数十来冰点 恐让拜登政府想要维持并达成后续协议 变得更加困难 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于2010年 由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 当时美俄关系缓和 美俄战术核弹头部署数量 各自上线为1550枚 较2002年设定的上线 缩减近30% 这项条约也限制两国发射器 和重型轰炸机数量至800架 虽然数量限缩 仍能轻易地毁灭地球 同时美俄关系统均有免购地球 小技码 高约 小技码